老公 老公 嫂子真漂亮啊 今天 那林总 你们啊 你先过去 好看吗 太美了 特别适合今天这个场合 谭总 给 谢谢 今天你可是给林美长脸了 照您这么说 那我平时得多对不起大家呀 来 恭喜你 林太太 客气了 不过你今天这身衣服 真的是很不错 别说他们这些男人了 把我都给镇住了 那你怎么今天不打扮打扮呢 林总 林太太 恭喜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我们林总有升职了 大家都非常高兴 庆贺一下 嗯 谢谢 谢谢 这杯酒呢 我要敬过我们的幕后英雄 要不是你在这里 别在林总比脏气啊 我们采购部 可没这么清闲地在这里 为林总捧场了 还在等着吹款电话呢 我这会林总帮了忙 她不自己也得了十位了吗 是啊 我也得敬秦总一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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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总看到没有 人家这个才叫夫唱夫随呢 对位 你管一下 你管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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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 谢谢你帮我老公 这没什么的 我愿意 看得出来 你对我老公的事很关照 我说过了 我愿意 好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这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情 我去那边吃点东西 你自便 你 怎么了你 穿得再漂亮 也比不上人家实实在在的帮助 你事简称 都显得我太腐化了 你怎么能那么想呢 那你让我怎么想啊 老婆 开心一点啊 今天是给我办的庆红业 给点面子呗 走 去面条 马阔 这 这是什么时候事啊 这事我慢慢的跟你讲 反正事呢 就是这么个事 听明白了吗 不是杨小宝我问你 你是真喜欢我们家小鸭还是 看我干嘛呀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 你说不喜欢 怎么想那怎么说呗 阿姨 我真喜欢小鸭 我明白了 就这孩子我跟你说 没法弄他 这年轻人现在谈恋爱 一个不行俩 俩不行仨 最后找的比他爸岁数还大 我跟你 我着急生气都没用 我管不了 阿姨 你别着急 这样 这事你就交给我了 我管 就即使我和小鸭不成 我也不能让他找马阔这样呢 这成什么了 孟小鸭 你在哪儿呢 我打个儿不停 那怎么了 用之乱你在这儿等我 不是你干嘛去啊 找找谈谈 小鸭她那脾气啊 她什么脾气啊 有你这么当哥的吗 我说小鸭那脾气 你你幽着点 你这姿势不对啊 来来正好 我教你 眼睛 要不今儿还是别打了吧 打呀 球都开了 怎么不打啊 我突然不想打了 打打打打打打打 来来 我教你啊 你干什么呀你 王小鸭 你说你认认真真找一个 就找这么一户啊 你开干嘛干嘛去 马阔是吧 我警告你 离小鸭远一点 有多远滚多远 你什么人啊你 我说她指负为婚的男人 我们俩轻微竹马 懂了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欠抽的是吧 你抽我 王小鸭 你要是认认真真找 我杨小鸭绝不拦着你 但是你就找这种货 你谈一个我拆一个 你闹过了没有杨小鸭 没有 大叔啊 你这 爷爷叫你爷爷 马爷爷 放了我们杨小鸭行吗 上一回是大叔是吧 第一 我没那么老 第二 大叔你拆得了 爷爷我你拆不了 别再闹 再闹我报警 我呸 你报警 我还要报警吗 我告诉你 我的妈还要告诉你 你勾引非成年少女 你知道吗 王小鸭 秦伯一大 咱们继续打呀 我上大了 喂 小宝 我给你换个名字好不好 叫嘟嘟 乖乖 你不喜欢啊 你不上班啊 不上啊 你烦不烦啊 不烦啊 我烦啊 鸭八 鸭八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不要多管闲事了行吗 那你能不能好好找一个 我已经找到了 那马快就不能算 鸭八你非要我明说是吧 我告诉你啊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都不会考虑你的 你在别的女人那是个宝 你在我这什么都不是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让我幸福 我幸不幸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能不能好好找一个 你真的要这样是吗 唉唉唉唉 行行行 我不管 我说怎么就 你怎么就能让他说那几句 你你就撤了呢 他报警怎么了 你要下定决心了 说好了想好了你要追他 他报警你就跟他站着 哥 叫谁呢 爸爸 王总 你说我是扣门小男人吗 有点啊 爸爸你也这么说 爸爸爸爸 这得看怎么定义 有的人呢就喜欢过日子 但是不等于说 喜欢过日子的就是小男人 至于你扣不扣这事 我真不知道啊 那你就告诉我什么是大男人吗 怎么这比你高吧 怎么比你高吧 怎么比你壮吧 至少得像我那样 不再拿我开算去 认真说认真说 最起码应该政治 光明磊落 就算是一个大男人了 生活上抠点门不是什么坏事吧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我知道我是个极品少男 但是我会过日子呀 这能叫抠门小男人吗 这咱们里面根本不懂 打算今天把我的卡刷爆了吗 没丑风吧 之前的确有点神经兮兮 不管他们俩到底怎么样 反正秦山这次是笃定 哥们给你处于主意吧 你说啊 哥 叫谁呢 你就是我哥 我说我是你哥们 听好了啊 我觉得你呢 就一点不咋地 但是太小了 太小了 我告诉你啊 欲强则弱 欲弱你得做强 你得强 这儿有一堆人在旁边 给你使劲呢 你说你老让他给你倒回去 这能行吗 你看看我 我追一凡那会儿 哥哥 就别提这事了 你这不是在我伤口上撒盐吗 你有什么伤口 我告诉你你那伤口啊 都是你自虐而成 我自虐 对 我从现在开始就自虐 你好啊 不是 行了 行了 不 从今天起 我就开始自虐了 行 行了 行了 自虐 行 行了 不是 那个 其实啊 小鸭她挺喜欢你的 你怎么吃的啊 来来来来 我是她哥 她想什么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这脑子里啊 都是江湖吧 情商太地 你这 早上 都是江湖 我 你等我会儿 黄晓鸭 嫂子 嫂子 依林姐 你们也在这儿逛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是江亦凡 我嫂子 这位呢 是江依林 我嫂子姐姐 这位呢 马阔 你好 好 人家给你们俩打招呼呢 你们俩也热心点啊 是不是打算把妈给气死啊 我怎么就把妈给气死了啊 那个 那边有一个咖啡厅 咱们去那边喝一杯 来会天吧好不好 走走走走走走 走 哈哈哈 嫂子 你就帮我劝劝妈呗 我请你买吃饭 你觉得一顿饭 就能把我收买吗 那要不这样吧 你俩今天逛街的飞鸭 我们全包了 好不好 我懒得跟你说 那要不这样吧 我一会儿陪你去逛 顺便给我哥挑两套 这个呀 是我今儿给马阔买的衣服啊 好不好看 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这 这什么牌子呀 你连这个牌子都不知道啊 你能不打岔吗 王小阳 我怎么岔开话题了 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必须给依林姐谈她 什么严重啊 我说的是你的问题 我说 你让她说的 你说 依林姐 我跟你说啊 不如我吓唬你 我觉得你老公迟早会有外遇的 不如现在就将来 你这什么我吓唬 你说 说说你的问题 你跟这 这 这 马阔 马阔 没事小阳 你接着说 你想一想啊 林伟哥她是什么身份 你再想一想 你平时都给她买些什么衣服 你就以典型的家庭主妇的心态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她穿得好看出门 你特别害怕别人知道她有钱 害怕她出去招人 是不是 先不管她有没有钱 她招不招人啊 这男人穿得好看吧 她觉得自己有魅力 这是她本身需要的一种自信跟活力 你看看我 我今儿又给马阔订了一套西服 那是你们 你别听她瞎扯 我怎么瞎扯了 你们不信你们问她 她怎么跟她前妻离得婚 小阳说得对啊 男人的心态就这样 那我是还要恭喜你找这好男人了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王小阳我告诉你真的 你除了会把你妈气死 你哥跟我都会被你气死 不至于吧嫂子 生命可贵 为我这点事儿气死真不值得 别跟她说了 走走走我们走 你不要我陪你逛逛啊 不要 你不是住男装呢 你不要自己买了吗 小鸭不是提醒我了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唉 快啊 我时间可不多 发完了这个之后 我今儿还要办一大事 我来找您的 我来找у嘛 这款车来在我们 这消息的展厅里 消息不非常有效 这这么漂亮 走吧 媳妇 车也看完了 咱们该回家了 你不是一直都特喜欢路虎吗 正好也升值了 我就把这台车 当礼物送给你吧 就这辆 今天就提走 不是 走吧 就先进 老婆 咱们俩有好几年 没到这儿来了吧 庆祝老婆今天开安 给我买个大路虎 辈儿高向 来老婆 我原来有个客户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那我给她介绍老伴 后来我给她介绍了好几个 她都不满意 说没感觉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找什么呀 我也这么跟她说 就说让她找一个人好的 凑合着过日子就行了 还真要贪情说爱呀 后来她的老伴儿 后来她的老伴儿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她老伴儿刚去世她就找啊 别打岔 听我说 老头留了一份遗嘱 遗嘱里面有一条 说她的一半财产 亏便卖一个人 可是那个人的名字 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啊 她是老头在外面的一个情人 五十多岁 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老头去世之后 老太太才知道这事 感觉被骗了 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觉得自己特冤 如果早一点知道 那她还有的选择 要么日子忍着过下去 要么离婚 但现在才知道 她觉得对她来说 一切都太晚了 没时间 也没机会了 所以 她想找一个爱她的人 不想让她一辈子 留那么大的遗憾 老婆 你今儿怎么到这儿 来跟我说这事啊 来 结婚之前我都跟你说过 我可以面对感情的变化 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 我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 我们俩一起面对 如果还能走下去 那就继续 如果真走不下去了 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只是 别瞒着我 如果能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起码还存在坦诚和尊重 是吧 老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就说我现在 我在外头有其他人了 怎么可能呢 你想什么呢 就是想说 如果你真有了其他人 别瞒着我 假如以后我真有其他人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成不 现在呢 没有 庆功宴上你跟伊林说什么呢 那他跟你说什么呢 秦辰 你做得真得让我过分了 我做得怎么过分了 我觉得还行 对你来说可能是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想冷静那时间 现在我想清楚了 对不起 秦辰 你玩得起 我玩不起 玩 你决定了 决定了 你别管我 你别过来了 你去忙你的去吧 这有我呢 嗯 拜 妈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看我在这儿藏没藏什么东西 没有 我过来看李奶奶的 妈 以后你要是再过来 叫上我呗 我跟你一块来 那没必要吧 你来你的我来我的 咱们互不干扰 妈你还剩我去呢 那倒没有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你不失望我也不失望 妈 行了行了 你看李奶奶也好 查我藏没藏什么东西也好 去吧 去 快去快去 那你那么说 那我还哪敢上去啊 江一凡 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这么说人真以为我是一个恶婆婆呢 妈 没有 那个 你把杨小宝电话给我一下 嗯 这么久没消息 不知道小牙的事她解决得怎么样了 有消息了 没有 没有 不是 那你刚才这什么意思呀 有个事 我也不知道该不要跟您说 说呀 这样 昨天我跟我姐去上场买衣服 然后就看见小鸭跟马阔在一起 还跟马 妈 妈 妈 你这当嫂子的一点立场都没有 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呀 你再叫不出来 你这辈子的一辈子的一辈子 别招我们家王小鸭 妈 你眼前看哪呢 妈 不是 亦凡你真说对了 太不要脸了 妈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我真想拿这个破你 这不要脸的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是律师你给我告他 随便想什么罪名都行 你给我告他 你再晃悠 别理他啊 这事我交给你了 你要不宜小鸭这事告诉他 你给我想别的事 查查 从出生到现在你都给我挖出来 他不是做生意的吗 看他有没有违法乱纪 有没有偷税漏税 查 我真不信了 杨潇宝不行 我就不信律师也弄不了他 杨潇宝也是您叫过来的 那是我怎么了 那 怎么着 马阔大哥您可以走吧 王小鸭跟我回家住 妈 别废话 还不走 快 走 走 不吃饭 不吃 出去 一个叛徒 那我没说我跟你是一伙的呀 好了好了 不鼓你活啊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啊 乖 谁还把饭吃了 老子 你今儿不上班啊 我 等妈买完菜回来 我继续上班啊 干嘛 想跟我聊聊啊 我一个人太无聊了 其实马阔真的挺好的 他跟那个保时捷大叔不一样 他对我也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他的 当然了 也是因为他有钱 也愿意为我花钱 又小样 你能不能清醒点啊 我很清醒啊 我跟他都这么多天没联系了 应该肯定都放弃了 就你的那虚情假意的样 他不放弃才怪呢 赶紧的找一靠谱的 好不好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你 我接电话 有电话响了 你接什么电话 不能接啊 工作电话 我工作电话就这零声 电话 也被妈锁下了 你也接不着啊 钥匙就在化妆包里 那个我去接一下 好不好 这我要让你去接了妈 到时候说我一顿 我怎么办啊 没事的 你就把我放出去 我就接个电话 我把你放出去那回头 还是我的事啊 我倒霉了 哎呀 我都找人代班三天了 我要再不去上班的话 会被炒鱿鱼的 那这样 我去帮你接这个电话 如果是工作电话的话 我问清楚 然后转告给你 行吗 谢谢 嫂子 我去 王主任 既然还跟我在一起 这回绝对是即日 扔 女人 别 你笑什么呀 第一 小鸭跑了 第二 你们把钥匙逃走了 其论 你 完了 你进去 你进去 你帮我接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小鸭 小鸭 快点 接电话 接电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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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 我接了 接了 接了 谁呀 小鸭 小鸭 阿姨 是一凡的手机呀 她 她好像上厕所去了 阿姨 对 刚才电话响 我没看就接了 好 我知道 谢谢你对我的信 好 你放心吧 阿姨再见 我妈说什么呀 你怎么说我是不是辜负了阿姨的信任呢 这事你得坚持啊 自己想办法 就真没有别的办法能帮她了 我要是有办法 我至于在你这干坐吗 小鸭我又搞不定 我能怎么办呀 我跳楼去啊 我还是自挂东南枝啊 跳楼你是没戏了 我这一楼 你什么意思啊 那我挂你办公室了 你让我摊账期 三十一号的账都没记账呢 你看看 你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看 怎么了你这是 这不就是你的风格啊 跟你有关系吗 我让他们核对好了 今天访问给你们不满 你说什么样吗 你西装不错呀 看来最近穿衣服有进步 应该说是依林的品位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忙去了啊 那行那我知道了 好了挂了再拉 刚刚黄老大说 在马阔又新找了一女的 冷漏了小三 然后钱也少给了 现在这哪官司呢 小三告小四 您好 请问有没有一个 马阔或者王小姐 王小鸭的一个订单啊 马阔是有一套 单子已经带了吗 别啊 我忘带了 我们可以回去取 回去取 上次下订单的是您吗 他妹妹王小姐 放心吧啊 我已经到这儿了啊 王小姐来了 你们站住 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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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我告诉你啊 姓马的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了啊 你是聪明人 你自己说怎么办 看你嫂子干什么 你自己说 哥 你们怎么那么幼稚啊 你们以为别的那点破事 就能让我打图团骨啊 人家马后被骂骂成那样 都没说什么 现在就更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我的了 他一臭老头 怎么着都不吃亏 他当然有望值钱了 我告诉你啊 小鸭 我先接个电话 那个 余总 小鸭 你给我 给我回来 不是 那个 那个余总 不不 我不是吼您的 什么事您说 行行行行 我 我马上 马上就到 好嘞好嘞 一会儿见 行了 小鸭也算是明瞒人 他自己心里有数的 这孩子 那你什么呢 听见了 去吧 你从打了头出来的 气闯着这儿也有 我为了给你拿衣服 被我哥我嫂子拦住了 看来他们对我的成见 不是一般的事 可不是吗 他们说了你很多坏话 你还有个小什么吧 你信吗 当然不信了 他们为了拆散咱们俩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 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哎呦 王小鸭呀 我真没白疼你 看吗 看着哪一款 我买单 这车不错呀 好 来 走 怎么 舍不得啊 舍的 谁就舍不得了 好 那我要这个 这款每线车需要预定 最快三个月 那我要线车怎么办 要加价 加多少 五万 要不咱们等三个月吧 买呀 谁说不买了 到时候我开到你家去 给你一个惊喜 宇总 在这儿好长时间不见了啊 我就已查太久了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您呢 也帮我透过底 您说这第二轮 这聚才会参与吗 有 这个嘛 我可真说不清楚了 这下一步的动作呀 全都是杜总接管了 得陪老婆孩子 去新西兰度假去了 来 来 来 真是羡慕您的生活 其实啊 你的公司 就照这样干下去 等你到我这年龄啊 也能跟我一样 主要是您这么一走吧 这有点使喉不得 杜总那边 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不过 能不能拿得下来 还得靠你们自己了 可是这杜总 我实在是不太了解啊 要不您帮我介绍介绍 这杜总嘛 还得你们自己 慢慢去了解了 余总 这个结果让人一撤 那什么计划全乱了 这就是一个小插曲 如果第二阶段 能够拿下来的话 这些都不是问题 难说 人际关系这一场数了 其他再好都没底了 对 最主要啊 咱们现在对这个杜总 一无所知啊 刘毅 要不去打听一下这个人 最好呢 能够打听点啊 有用的消息回来 咱们现在对这个杜总 我以前啊 有个朋友跟他打个交道 这个人啊 他吃穿用什么都很省 唯一就是对他老婆 什么都舍得 这跟我很像嘛 张欣 财务方面有问题吗 王总 我还是单独跟你说吧 怎么了 咱们现在的周转资金 基本上只能够维持到 第一阶段验试完回款 过两天还要交房租 还有发工资 如果等到第一阶段 完成款回来 咱们第二阶段 怎么投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咱们就这么点钱 你这两边都要雇 万一这资金上面 出点问题 那咱们第一项目 就会受到影响 那麻烦就大了 咱们很有可能 面临违约问题 是 的确是有风险的 假设 如果我们能够 拿下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们就可以 拿着这个项目的 经验跟基础 去谈以后的合作项目 如果我们现在拿不下来 就我们现在这样 谁会跟我们合作呢 能不能想想办法 要不然 把这几个月工资 先停一下 跟大家解释解释 那哪行啊 都是拖家带口来的 这工资得给人发呀 要不这样 我呢 去办几张信用卡 把这钱啊 搂搂搂搂搂 现在大伙发工资 你这样太冒险了 王总 是 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 就得在奉献中 求生存 我呢 已经把邮件呢 发在邮箱里了 你能好好看一下啊 都什么时候还小烟 小烟事你甭管了 我会看着她的 好不好 哎呦 你现在特别的重要 你一个人呢 得当成两个人用 好吗 哎 对对对对 听明白就行了 啊 行了 那我挂了啊 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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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嗯 妈刚问我小鸭的事了 是吗 你怎么说 我说小鸭已经对马阔看明白了 让她放心 好 输得对 哎 嗯 你手势还有钱吗 要不要老婆 再追加一点投资啊 你现在啊 就继续追加精神投资就行了 哎呀 哎呀 你干吗 哎呀 你干吗 哎呀 你干吗 以后能信用卡啊 什么民生啊 中行啊 工行啊 建行啊 渣达啊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三家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撑不下去了 也不算是撑不下去了 就是展示着周转周转 等着第二阶段东西啊 你给它拿下来 所有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了 包括 咱家的这个房贷 那万一要 没有万一 看啊 你知道 咱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我就是想进一切办法 赚更多的钱 你是想进一切办法呢 让他赔得更少 这就是典型的 男女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这话是这样说没错 哎呀老婆你看啊 万一一不小心 这事我干成了呢 万一公司走上正位了呢 就知道拼罪 这段时间我攒了一点儿 拿着吧 有一点试一点儿 你怎么还组一张卡又一张卡 这都给我第二张卡了 前面那一张是积蓄 这张是工资卡 定期会往里存钱的 拿着吧 不是呢 那你平时也得用钱啊 我还有一张卡上留了点儿 合着我取了一大款啊 你 那么多钱 那么多卡呀 怎么了 多张卡还不行啊 我留着单里用钱花不行啊 你还想全拿走啊 谢谢老婆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了 以后要赚了钱呀 我就十倍 啊不 我一百倍都还给你 行了 不错啊 西穷摸得准 方向把握得也不错 这个现在啊 陆续也有其他的公司 得到了这个消息 并且也跟进了这个项目 你们可都要赚进时间了 哦 那个 还要请您啊 帮我们等力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之前呢 余总也跟我说过 说你办事挺厚谱的 剧彩的吧 对 以前的剧彩 现在 这不和宇明哥一起创业呢 拢住人心 前途不亮啊 要不这样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您再帮我们看看 有什么不合适地方啊 我们及时修改 那今天我们就 不打扰了 要先走 好 你等一下 这个 我给您提个醒 哦 你现在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你走出去代表的是公司形象 以后再卓庄方面多注意一点 都总 我们先走了 哎 等一下 哎 你们这东西拿走 哦 杜总 这个是我们是一点小心翼 您收一下 哎 对对对 哦 哈哈 这哥们刚才 什么意思啊 他什么意思你还没看出来啊 嗯 就是上下打量你 就是嫌你穿得太寒酸啊 下次我觉得咱出来谈事的时候 咱们没事吸服行不行 不是 我觉着吧 你们这都属于核心价值观出现错误 我我非得弄身名牌穿上是吗 弄身好点的西装啊 怎么着把那雕还得留在袖口上 是不是啊 我再弄你你那头发 不是 我再挤你这皮带啊 不是 我这地摊货 问题啊 人家现在认这个你知道吗 不管你是多大职位 你哪怕在家吃方便面 你出来一定要把面崩足了 现在流行这个你没办法呀 你朋友啊 哎呦 哎呦 赶紧忙点 忙去忙去 谁啊 你忙 你忙 哎 叫我来玩 跳好演戏啊 这是必要的刺激加试探 演戏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对手 对我是一种侮辱 戏都开演了 能不能好好演 做一个好的演员 没问题 拉夫斯基的书我看过 你这首角色 那又这么打开 来 哎 对 平了 哎 真聪明 来 香一口 这么巧啊 小宝非得约我来打球 你也在这啊 要不咱们四个一块打吧 好吗 嗯 玩小鸭是吧 行呗 那要不加就一块 你怎么知道我呀 这么说 你不知道我是谁咯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闹闹 跟了他很多年了 看来我嫂子说的没错 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 那这么说来 你就算是谁 这怎么说话呢 你又是哪一根冲啊 一个烂货 你说什么 再注意素质 王小鸭 我告诉你 别懂婊子又立牌吧 你 谁是婊子 我说同事 你过去跟她们道个歉不就行吗 道个歉不就好 警察同事您好 这怎么回事啊 你就是家属 是 这是我妹夫 这是 这是我妹夫 人马先生都说了 道个歉就行 这两人跟我什么调节室 一直耗到这 就是不肯服辱 那什么警察同事 林志儿 给我两分钟时间 我劝劝他 好吗 行 小鸭 你看您打人呢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呢 咱们起初了就行了 跟这种人啊 没必要跟这儿耗着 道个歉 咱回家了 行不行 听话 警察同事 我妹夫说了 跟那个马科同事 道个歉 行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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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背呢 就说方坤吧 怎么我一动真感情 我就受伤害了 现在还想着方坤呢 我傻 我天真行了吧 不傻 你就天真 天真烂漫 杨小宝 你怎么什么时候都觉得我好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呢 就叫做爱 我杨小宝现在就是 相当的 爱你 你可以 看不起我杨小宝 但是呢 你得答应我 你一定要 要好好地找一个 你知道吗 认真地找一个 小雅的事别找我啊 我姐说了 不管她的事 没说让你管她的事 说让你管管我的事 那个 能不能帮我 买身好点的西装 你那身西装不是挺好的吗 碰着失利眼了 那还得比你那身 还要好的西装 老公啊 一身好一点的西装 少说都得五六千呢 下个月的月供还得留出来给你妈 再加上你爸贷款那点利息 那我下个月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这就是我的事呢 反正我有人安担保 我下个月让你拿到钱 不就行了吗 睡觉吧 我下个月是 小雅的事情 我下个月 你会应该有什么事吗 我下个月 就会有什么事吗 那你这事呢 我下个月 我下个月 是 我下个月 来 别看我 我让你别看我 晓晓 行了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吧 就这么定了 妈呀 累死我了 今天公交车人太多了 药都快被挤断了 你可真行 就为了省着点出租车钱 非得去挤公交啊 当然得挤了 公交车便宜啊 我刷一天卡才八毛钱 我要打车 我得花多少钱出去啊 你这边玩命省 王雨鸣那边可劲花 这叫什么事呢 我告诉你啊 这儿我都看过了 但凡看得上眼的西装 都得好几千块钱呢 你别给我发牢骚了行吗 不是我发牢骚 是觉得 你们要是有钱 那怎么花都行 问题是 现在不是还借着钱呢吗 对吧 而且你的卡在他手上 说来说去 还是花着你的钱 什么意思 就为那点面子啊 那种人在外面混 没有面子怎么行啊 我告诉你 要想要面子 能撑得住就撑 撑不住也别硬撑 硬撑的话 就是没有责任感 你别啰嗦了 他都这么大人了 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他自己信你清楚 张一凡我提醒你啊 你别把男人给惯坏了 当初王雨鸣开公司的时候 你是出了钱的 别什么事都替他扛着 时间一长 女人就会变成男人 男人就变成孩子了 那我看你帮姐夫扛 那么多事儿 你没见姐夫变成孩子呀 我们是特例 怎么对呀 喂 秦总啊 账有问题啊 秦总不在 他请假了 怎么了 怎么了他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生病的没跟我说一声啊 我都快急死了 我去个医院 开个医院了 那是不是要我没开队啊 你都逼那么长时间了 还没好 这病那边不好 熬过了就好了 你一个人怎么熬啊 你得需要人照顾你 我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哎 鞋下怎么样了 哎 咱们 你画的 学压怎么样了 哎 早上好 早上好 什么呀 早上好 告诉你啊 昨天那事儿 过去就算过去了啊 别太往心里去 做事啊 不能这么冲动 知道吗 你说说 公司就这么几个人 你要真进去了 你那活谁干呀 我知道了 哎 就当没发生过 什么乱七八糟啊 你回去吧 做完了我就回去了 什么意思啊 可怜我是吗 你去照顾你该照顾的人 找干嘛去玩 我上大学的时候 得急性兰胃炎 你在宿舍变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我知道 因为我是伊林的朋友 可是那个时候 你就不该对我那么好 我那个时候 对你已经有感觉了 你知道吗 我从小跟着我妈一块生活 我特好强 从来没有人那么照顾过我 后来我发现 我也是那么喜欢软弱 所以你干什么都行 你做任何事情都行 你就是不要再照顾我了 我爸回去 上日会的时候 包括之前 我承认我过街了 我有想法 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冷静 你说你成不了平衡吗 你说你玩不起 你错了 玩不起的那个人应该是我 因为我爱你 可是你却不能爱我 可是你却不能爱我 你走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跟着你疯了 好吧 我想起一个安全一会 我求求你来找到我 我求求你不想回到公司 我不想会看到你 把气都撒出来了 撒出来就好了 妈 我饿了 宝贝 再坚持一下 咱们等等爸爸 咱们等爸爸回来一块吃 咱们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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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今天下午公司 来了一个大客户 所以大家都把手机 关成静音了 那原来手机 怎么没调过静音啊 今儿下午来这个客户 是个大客户 老板特别重视 所以让我们所有人 把手机调成静音 你有疑神疑鬼的是不是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打电话问小周去 你都这么说了 我打很有意思吗 等会儿 媳妇 有的事 咱们俩开诚布公地 谈一下就不 好啊 是因为秦山对不对 对 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 我换一份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几个月你心里想什么 我都清楚 你给我买衣服又买车 庆功宴上穿得那么漂亮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想辞点这份工作 没想到公司又给我升职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输 可你刚上的职 你舍得吗 只要能让你放心 我什么都舍得 可你费了多大的劲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家里要是出来问题 走到哪一步都没意思 行那你辞吧 好 好 发什么呆呢 我给金卡回家 你最近不在状态啊 你帮我看看这段 这英文写的什么呀 我看不明白 我想接个电话 喂 颜旗 辞职了 我真辞职了 我换一份工作 没事 没事 我们俩 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啊 别八卦 瞎猜什么呀 行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再说 就这样 家里要是出了问题 走到哪一步都没意思 老公 刚才颜旗给我打电话了 你还真辞职了 对啊 谭总现在正跟我谈呢 想挽留我 既然谭总这么挽留你 那你就别再叫着劲了 好吗 那行 你们先聊 你们先聊啊 我说你玩什么呢 您让我看什么来着 这儿 两位请 来了 今天这身衣服不错啊 这真是人靠衣服马靠安哪 来来坐坐坐坐 这个投标的时间定了 就在中秋节之前 节后呢 会公布结果 你们可就要抓紧时间了 来来来 喝茶喝茶喝茶 那个竞标书啊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您也知道 这个项目啊 对我们公司的意义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所以呢 还请您给多帮忙 那 后期之秀嘛 明白我的意思吧 来来来来 喝茶喝茶喝茶 喝 来 那三十年的铺尔 怎么着也两三万 你再看看他那紫砂糊 给他老婆准备礼物送过去了吗 送了 一大早那个让刘毅就送了 好久不见 呀 当上老总了 行都也换上了 你就是那深藏不漏的竞争对手 是 那个项目是余总手上的 余总是曹总的客户 你抢了曹总的客户 他能不紧张吗 我现在忙活曹总的事情 还得顾得上这边 都是你的 曹总说了 可以不赚钱 我们可以赔本做 是 你们都才达气粗 跟你们比不了 我们真赔不起 有句话说得好 光脚不怕穿鞋的 跟着王总好好干 实在不行 聚财欢迎你们回来 谢谢你啊 你说他怎么就这么阴呢 等咱们把能投的都投了才露面 现在响彻也来不及了 咱们现在拿着家底跟聚财拼 没鞋 那肯定的 不是 到这节会儿 这进退了难了 那可不是吗 我跟你说 这礼 现在就别送了 你送了也白送 只能看看 有没有其他机会投其所好 而且 想根据财豆 咱们必须有那种 咬着机会 不撒口的这种心理素质 再看看这个 杜总身上 有没有其他机会 那谁知道有什么机会 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性格爱好 还投其所好 不然这样吧 你问他学不学修电脑 我免费叫的 你正宁哪里面 不是 那你不 那个不是 刘逸 就是杜总身边那秘书 你盯紧了啊 有什么机会 咱随时 行 好吧 对对 那等你事啊 行 好 行 我们回去啊 还没回去呢 嗯 我想再待一会儿 没什么事吧 你想听实话吗 那 那当然了 实话就是我现在心里啊 特别踏实 这公司都这样了 现在也踏实呢 你看这创业啊 就跟我的基建的是一个意思 对手越强大 你的注意力就会越集中 斗志就会越高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这都将是一种常态 反正我肯定是陪着你 大不了我也去搬这张信用卡 哎呦 得嘞 先不用 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了 真到不了那个地步 要是真到那地步了 我也不会跟你刻意 哎 最好也别到那个地步 对 你们的钱啊 先留着吧 留着 去媳妇 啊 那个 脚丫最近怎么样 啊 啊 哎 我公司啊 最近特别忙 这也没时间跟他联系 你跟他联系过吗 公司挺忙的 我也没时间 哎 你吧 想要见人家 就直接去见不就完了吗 怎么着 有点打马阔 没点去看小鸭 你先忙啊 嗯 快点 快点 这个小把呢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还怕你想不开 我怎么想不开啊 咱俩那事我早就忘了 马阔就更别提了 我现在只是想调整一下 暂时不想找男朋友 挺好的 挺好的 比死盯着找父爷爷巧 那你现在放心了 可以走了吗 哦 来都来了 我清吃饭 我没空 那你想喝酒给我打电话 他还让你这种 我一样 最爱是 我才是 你怎么会 是 你什么 你怎么会 我 我 那你怎么会 我 你怎么有 你怎么会 接吗 你说要辞职她就谢了 是啊 那你就会那么有把握 谭总会不劈你 我是她推荐上去的 我刚上任我就要走 你说她能统一吗 现在 我也开始找不到 平衡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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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 这钥匙是我在小区里捡的 我怎么大死 男人 妈 没事吧 妈 没事 你怎么突然起来了 爸怎么还不回来 爸爸在加班啊 爸为什么总是加班 爸爸现在不是升职了吗 所以爸爸很忙 妈 你没事吧 妈妈没事 快回去睡吧 妈妈也困了 妈妈就想睡觉了 妈 睡觉 你还真辞职了 妈妈就想睡觉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你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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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了 来刷牙了吗 当然刷了 选衣服穿得点少 来 媳妇 倒是给她添件衣服吧 我觉得今儿天气要是凉 爸 你先吃 辛苦了 谁说爸辛苦啊 都说儿子随爸爸 这儿子随我 爸不辛苦吧 爸 你昨天那么晚回来 怎么不辛苦啊 爸 你昨晚你几点回来的 爸呀 昨天公司来几个客户 跟爸谈生意 回来生意谈成了 客户晚上非让爸陪他们喝酒 爸也高兴了 所以就多喝了几杯 后来喝得有点神志不清了 可他脑子都缺氧了 今天回来我还真忘了 那你今天还要去见客户吗 今天 可能吧 快吃吧 好 吃完赶紧上学 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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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抱你一下 上课认真听讲啊 不许分身 嗯 好 我们再见 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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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有些话 别的让我难受 能见一面吗 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我老公跟秦珊的事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俩真的 你不用掩饰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我确实不知道 我当时就是直觉不对 所以我才提醒你 你提醒我的时候 我还跟你谈信任 真可惜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 全都是过去的画面 而且都是过去最美好的画面 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让我的思维 别的尺度一点 想给我自己留点 能传情的空 有吗 你这就这么想知道了 这就没问题 我这里就是 我还没什么想要 我还没什么想到 我还没什么想到 有没有想到 scenes 这就是我爸 我七岁那年 有一天 被要一辆玩具剃车 我爸上街去给我买 突然冲出了一个人 冲出了我爸 就通过七刀 我们都以为 是他生意上的对宠干的 可是后来查出来 就是一个吸毒过量的人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 被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突然冲出来就毁了 你想得通吗 想不通 你再看那边 那一片 你都是老兵 当年走的时候 想着打完仗就回家 可这一走 就是一辈子 骨灰能回来就不错了 你说躺这儿的每一个人 一辈子有多少事 多少不甘心 痛苦 愤怒 悔恨 到最后我不都踏踏实实躺着 爱过恨过 有那么重要吗 我没有那么超脱 我也没有 只不过尽量让自己看淡点 尽量 心里有了笼子 走到哪儿都逃不掉 看淡点也难 看淡点也难 那你有什么打算 没想好 别着急 那你就慢慢想 需要我的话 随时打电话 不会吧 真被我说中了 你说什么了 上回我跟马过去逛街 正好碰到一灵姐 算了 不提了 想明白了 翻篇了 不想提了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心得一灵姐 你说呢 有种想要拯救她的冲动 林伟根本就不配她 你都想这么明白了 你还怕什么呢 她想不明白啊 不过你为什么找到了我呢 我周围的人跟她都没什么交集 我看你聪明伶俐的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看法 不是吧 你一个酒精沙场的情场高手 你来调教我 好 我帮你好好的 透彻地分析一下 你说 这首先呢 要是他俩没孩子 我觉得你可以不顾一切地 找各种理由各种机会 但是现在他俩有孩子 情况就不一样了 林伟呢 虽然不是一个好丈夫 可是我觉得他在小莫面前 肯定是个好爸爸 所以一灵姐 即使受到再大的伤害 她也不愿意伤害小莫 毫无新意 跟没说一样 捞点干货 干货 现在呢 很多家庭磕磕碰碰的 都离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孩子 我有一个粉丝 他跟他老公啊 闹得跟陌生人一样 还不愿意离婚 说非得等到孩子 上了高中才离婚 所以 我觉得你现在 最重要的问题 是站在小莫的角度去想 这个家庭 还有没有可能继续 如果有 你就别搅和了 我觉得你挺明白的呀 说起别人来 都一套一套的 怎么一到自己身上 就糊涂了 谁糊涂了 是我哥和我爸妈 他们没想明白 你别看我天天 跟那些大哥大叔们 在一块 我跟他们在一块 就突一开心 我就想看看 他们所谓的有钱人 是怎么生活的 我可是一个 有原则的人 我从来不业不归宿 他们也根本就不是 我结婚的对象 想占我便宜没门 所以呢 我跟他们分开 我一点都不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真爱呀 我看中的是他们的奢侈 他们看中的是我的年轻 就这么简单 下回啊 我帮你把着点 我看人应该还挺准的 我看中的是什么 我看中的奢侈 我看中的奖队 都没线 那好 小就没认识 在这里 你已经把这奖队 那一句话